大家好 我是沐沙技士的令 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水性硬台 油墨硬台 还有防水硬台 那常常会有好友们问我们说 那他要把东西盖在玻璃 或者是陶瓷或金属 塑胶片 塑胶袋上面的时候 要使用什么样的硬台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油性硬台 它就可以解决之前好友们所问的 要盖在这些玻璃陶瓷上面 所要使用的硬台 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就是跟我们盖章一样 盖好了以后呢 好 赶快把这个盖好 好 那我们就是等它干 它大概就是10秒钟 好 那使用完了以后呢 可以用湿布赶快擦 好 那像这个 大家现在都很喜欢做手工饼干 会放一个塑胶袋上面 那你的塑胶袋上面 你可以装饰 可以盖一些字章 或者一些喜欢的图案 盖好 盖好了以后也是一样 拿干 好 这是我们刚才盖过的 好 那就是稍微看一下 这样 这样摸 它就不会掉了 好 它就可以 就是在你的那个作品上面 就不会掉 可是如果说 你像这个硬张 我们可能忘记它要赶快擦的时候呢 可能现在就是擦不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一个超级清洁液 它可以硬张清洁液 它可以用就是我们的油墨硬台 水芯硬台 树干硬台 或者是防水硬台 它都可以做使用 然后把它放在盘子上面 好 就是用个软毛刷 来银张上面 刷一刷 甚至我们旁边 刚才有盖章 不小心涂到的 都可以把它涂一涂 涂好了以后呢 再用丝抹布 把它擦干净 这样子 你的硬张 还有你的握把 就不会说残留一些 甚至呢 有的时候我们在盖章的时候 觉得说这个图案不喜欢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清洁液 一样把这个图案擦掉 就可以干净了 那使用的时候呢 要注意的就是 它这边 它这个盖子上面呢 有另外制作一个透明片 这要盖 你千万不要把它给挖掉 它是要让 让我们在 因为这游戏的印台 它比较容易 那个挥发 那个油墨容易挥发掉 所以呢 我们用这一个 两个盖 两层盖子呢 是可以把它密合 让你的印章 你的印台呢 不容易干掉 那它的颜色 那有 有12个颜色 我们都可以配合在我们的 不管是在我们的创作上面 可以多加的去应用 希望大家很喜欢今天的分享 谢谢